位在新竹县两条母亲河之间 琼林乡显薄公庙是全乡最高的信仰中心 但二十二二点五公里长的连外道路 泥土路颠簸窄小 上山危险 透过了补助经费 本阶段来铺设水泥已经完工了 不论是参拜还是登高爽景都更加安全 站在三轮线上 能同时看到横山关西满山头的油桐花 更能远眺逐北新丰海岸 琼林华龙村显薄公标高476公尺 是乡内最高点 也是信仰中心 只是路程狭窄颠簸 三年前开始改善工程 显薄公这一个就是路 其实它在三年前已经开始启动 就是相关的经费争取跟工程的部分 在修补之前呢 其实它是非常难走的 然后就是而且是泥土还有碎石的路 所以我们在行经上 不管是行人还有车辆都非常危险 一不小心的话 那车轮就掉到我们的马路旁 坑沟里面 然后就是要我们出动来救援 常常上来跟他们来救援车队 现在把它铺好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也能带动我们的所有的观光客 来到我们路寮坑最高点的地方 欣赏我们的风景 从三员宫的告示牌网上 共2.5公里的联通道路 前半段1.3公里长 由水宝局补助500万铺设 柏油与护栏 农业局也接续分两阶段 共500万元铺设 550公尺长的水泥路 然而上到山头的200公尺路段 因卡在私人地 透过与地主协调 代表会核准100万经费 由乡公所在去年完成最后的道路施作 代表会到场勘察 一同上乡感谢博公必有顺利完工 之前我们险佛公在108年重建的时候 这些道路还是泥土跟砂石的 还有一段旧的道路是非常的坑坑巴巴 是因为地主不同意 所以后来同意之后 又由我们公所来执行我们的道路的修缮 工程完成之后 很多的游客都会上来我们这边 尤其我们飞沙仲走会经过我们这险佛公 而且这边的风景非常的好 飞沙仲走步道 行经头前溪与凤山溪的分水岭 全长17.9公里 显博公庙正好成为登山客如测休息点 下雨前会出现云朴美景 还有浪漫童花落荫缤纷 道路铺设完成 探访秘境更方便安全 在这边的游客里面